台中的清水区有许多知名景点都增设了iBike 在火车站前也有自行车的导览地图 但是民众发现了 这地图上是没有iBike的站点标示 所以不清楚如果租借之后 到底有哪些站点可以来还车 大探不太方便 而市议员阳点中在接获了澄清之后 也期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地来改善图标的问题 方便民众来使用 这是我们清水区的自行车的示意图 在这边有标明iBike这个标示图 可是在整个图面来讲 整个自行车的示意图里面 没有一个iBike的位置 市议员阳点中接获民众陈勤 位于清水火车站iBike站点旁的自行车导览地图 尽管有各景点的路线导览 却无任何iBike站点标示 让许多民众租借却不知道下一个站点在哪里 造成使用上的不方便 就是火车站出来的话是知道说火车站这边有uBike 但是像高美4D那边没有标记的话 就不知道说高美4D那边有uBike可以租借啊 所以其实是蛮不方便的啦 民众做火车来到我们清水火车站下车之后 他希望借用我们的iBike来逛来逛我们的清水市区 当他借了这个iBike来到这个iBike站的旁边看到一个自行车这个导览图 但上面有这个iBike的标示图 但是没有iBike的位置 让他摸不着头绪 目前清水区内已设置7个iBike站点 但仔细看导览地图 许多知名景点如高美湿地 港区一文中心等 都有设置iBike站 却没有标示 让民众无所适从 明代也呼吁相关单位尽速改善 解决民众使用问题 所以民众也欢迎 希望我们这一个市政府交通局要立刻的把这个位置图标示出来 让他们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遵循的方向 针对导览地图标示的情况 区公所表示 近期将与交通局研议增设站点 并且一并改善图标问题 让iBike使用更便利